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轰炸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斯格那边的伊朗的整个领事馆 那么他们认为啊 现在认为他们得到了相关消息 那就是从现在来推算啊 大约是24小时内啊 可能以色列呢 就会被做报复性的攻击 甚至呢 会被发射的是巡航导弹 那么这整个说明啊 实在是十分罕见 不管是从以色列去攻大马斯格的伊朗 领事馆或者是CIA所发布的这个讯息 这两者之间都非常罕见 那么到底他后面说富含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不是后面有一个更精心的布局 因为这还牵扯到整个中东的石油问题 和世界的经济走向 郭总编您如何看这两个连续性的国际 以及军事行动啊 郭总 是 欧教授 这样的以色列在炸毁 在叙利亚的这个伊朗的大使馆这个事情呢 引起这个全世界的震惊 那么以色列的这样的做法 显然有一个大家都在猜测 就有一个一个目的 就是想激怒伊朗 因为这样的做法 显然是这个非常严重的一种挑衅 一种违反国际法的这样一个行为 那么就是想要挑衅逼伊朗出手 那么伊朗呢 我们看在事件发生以后呢 伊朗采取的一个反应呢 似乎是比较理性 无论是伊朗当局 包括总统的回应 说要让以色列付出代价 但没有其他的 似乎让没有非常充满的这个愤怒的这样的演员 我们看到媒体访问伊朗的民众 伊朗的民众对事件的反应也比较理性 没有看到像过去一样 如果这样的发生以后 那全国就沸腾起来 全国可能都要举行一种大规模的示威啊 抗议啊等等呢 也没有 所以相对来说呢 在过去的几天里面呢 这个反应是比较冷静的 但是 这不等于说 伊朗就一定不会像美国 当时这个定点清除 这个击毙 当时的 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一样 当然 对 那当时呢 美国在这样做法以后呢 我们看到 似乎伊朗没有采取任何的 到现在为止 没有看到 任何的真的有这个报复的行动 那这一次呢 会不会呢 大家都在猜 那么现在美国CIA 被发出的这样一个警告 啊 这里我要说一下 美国CIA过去大家认为 哇 这个情报非常厉害 神通广大 但是自从 以色列被 哈马斯突击 采取这个 去年十月 这个七号突击的这个行动 而它毫无这个反应的 这样一个情况以后 CIA的神话 事实上已经破灭了 那么这次 它的这个情报 是不是准确 是不是狼来了 大家不知道 但是这样的一个警告 显然符合大家的逻辑 就是以色列挑衅出手 这个非常这个 严重的这种挑衅出手 在先 难道伊朗真的就不会 这个你牙还牙吗 就不会这个这个报复吗 所以呢 大家都在看 究竟CIA的这个情报 是真的还是狼来了 是那么对 所有的全世界的观众们 都在注意啊 CIA还有摩萨德啊 这次的表现呢 能够是什么样的准确性 可是啊 一开始CIA所发布的时间呢 一直到咱们录影这一回啊 和到我们发布的时间里面呢 实际上呢 已经看起来有些迫近了 那么这样呢 是不是CIA也好 摩萨德也好呢 已经非但没有过去的神话 还沦为啊 有点像是放话的媒体啊 这点是不是呢 他们是在做一个 什么样的舆论设计 应要把伊朗来个请军入望呢 郭总编 我倒说您说的对 就是也可能啊 现在有两种可能性 美国CIA的发的这个警报 也可能是进一步来激怒 进一步的 你难道还不出手吗 如果说我一说你就不敢出手了 那你就在这个全世界面前 你在你的国民面前 那你就把脸子丢尽了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另一种可能性 是本来确实有这个情报 这个情报是真的 那么但是那CIA这么一发布 那么伊朗就来一招 所谓实则虚之 虚则实至 我现在就是24小时我就不出手 你看让你自己这个所谓的情报呢 让你变成一句谎言 那我采取 我可以拖一拖 我可以48小时 72小时怎么的 所以现在呢 大家都在做打的 不仅仅是这个心理战 热战冷战 还有一种心理战 还有一种这个打架呢 一种斗智斗勇的这样一个情况 郭教授 我们给观众朋友们再多问一句 请教郭总编 伊朗也好 或者是这个以色列也好 或者是美国的CIA这边也好 显然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 都有一个奇特的态度 就是要设法激怒对方 让对方啊 激怒一种半疯狂状态 然后呢 这一方 自己这一方就好出手了 那么请教这样做 譬如说这次的以色列 这么做也好 或者是CIA这么做也好 如果一样就顺着他们的方式出手了 到底对于以色列或美国 会有什么好处吗 郭总 是 您这个问题问的非常重要 因为我个人认为美国想要收拾 这个伊朗 这个时间呢 早都想要收拾了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 这一次在乌克兰的这个俄乌的战争里面呢 据说这个俄罗斯使用的无人机相当大一部分是伊朗制造的 对 反而言之 在这次的这个俄乌战争里面呢 伊朗不仅仅道义上支持俄罗斯 而且出手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 这就触及到美国的一些这个底线 所以美国想要找理由来收拾伊朗 来揍伊朗 或者说 从这件事情上进一步来逼迫伊朗不能够继续的向俄罗斯提供这个资源 这也是有道理的 是 我感谢郭总彬如此精彩深刻的填兵 谢谢郭总 感谢 谢谢欧教授